好 来看那些消息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他在脸书上说 彰化的朝间带插满了风机 好 正对这个说法 经济部长王美花也提出反驳 想听情况我们明天记者李怡婷 怡婷请说 好 主播各位观众 现在进入了大选的倒数 各部会都成为了工坊的焦点 像是日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到彰化的时候 说接到了民众陈琴 在彰化的朝间带上 居然是设置了风机 对此经济部是立刻的驳斥 而部长王美花今天也说明 一起来听 我想事实是很清楚 风机 那目前是在陆上 跟在海上的风机 大家可以看得到 到今天为止 总共设了688支 那407支是陆域的 那281支是海上风机 没有一支是设在朝间带 那按照我们的规定 朝间带是一个生态敏感区 所以也是不容许设置的 所以我想柯主席应该要 清楚的了解事实 再做发言比较好 好可以听好 汪敏华也表示说 经济部绝对不会准许 在生态敏感区域来设置风机 也认为柯文哲以后 在接受陈琴的时候 应该先来查证 并且针对这个错误讯息 要来澄清 以上是现场真情形 把时间交换棚内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闻